他的女儿希望能看到这个Yamuna河 我们这个德利和这个阿拉这两个地方呢要靠Yamuna河 我们印度人很尊重河 有印度人要拜拜这个河的 所以我们印度有三条河是很尊重的 这是印度人很穷繁的 第一次 第二个是Yamuna河 第三个是山梭底 所以这三条河是我们印度人做的一个神圣的河 印度人希望这河河要拜拜 Yamuna河要拜拜 所以我们这两个城市呢是阿格拉和德利 要靠Yamuna河 所以他的女儿希望能早上和晚上能看到Yamuna河 所以他的办法是现在要告他 后来呢 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这个德利通知的时候呢 他就这边通知过的 然后这个塔上面修的 然后修的时候他用的是伊斯兰教的通书 伊斯兰教的这个风格 那我们这个伊斯兰教的风格里面你看到吗 中间都是那个写的都是库兰经 有没有写的库兰经 那他下面上面的那些都是我们印度风格的 印度风格里面有那个 莲花 还有一个 那个花很多 所以这个塔是原来呢 也是我们伊斯兰教的 但是后来这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通知之后呢 他就修改了 所以他这个右边的一个门 其实他这个周围是四个都破坏的 这个门也是叫阿赖门 阿赖门 阿赖门就是说这个门进来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地方都破坏的 因为这个周围都是我们这个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这个建筑的 现在剩下来就一点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塔 这个右边那边还有一个塔 那个还没完整还没建好 所以你会看到破破烂烂的 这个里面进去之后会看到很多小叫的林姆 这个林姆呢是都是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这边通知的时候呢 他们往这之后他们就买下来 所以后面你会看到是很多林姆教的 这个左边那个大的那个区里面 你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铁塔 铁的铁的铁的铁塔是乌世纪的时候当时秀的 那些乌世纪的时候都是我们印度教的国王 他当时来建的也是我们代表是我们印度的神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铁铁的塔 那个铁铁是乌世纪的时候建的 也是我们当时说印度来说的那个时候是基督王朝 基督王朝我们在印度有我们那个红花佛教的 印度是一个佛国 那这个基督王朝我们在印度有建那个拿兰头大学 那个时候那个国王他们这边是一个塔 所以那边我们那个区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印度教的 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印度教的 这后来呢变成了是伊斯兰教的 对伊斯兰教的墙所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位上面我们看都是都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建筑 他们有分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塔是72米大的 72米 那个里面要344多个那个楼梯 然后以前我们可以上去了 但现在呢不能上去 因为是有发生过事情的 有一个学生调死 哦 哇哦 对 所以就从那天就不让他们上去 然后呢这个塔是 我们现在我们印度有世界七大基基 对不对 什么 海基里 海基马哈林 海基马哈林没有 就是说当时没有这个世界七大之前 它这个孤独舞塔它是世界七大基基 因为它这个雕刻很漂亮的 然后这个塔是原来是七窗的 现在有五层的 看到吗 嗯 那这个五层呢上面那个上面那个二层呢 是 就孤独舞塔 孤独这个国王的那个孙律 他建了 因为孤独舞塔 他就死了之后呢 他的孙律 他继续来建梁城 所以梁城上面是都是用那个大理石 下面都是洪杀石 啊 所以这个玩家现在那个是72米条的这个 那个上面那个梁城都是大类破坏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生下的它是代表是我们这个德里里面这个 古鸡 很普通的一个古鸡 周围我们会看到都是很多 都是一千他们雕书 雕刻 就是我们印度风格的 有伊斯兰风格的 啊 这个分下来了 这个右边是一个门 这个门里面那个全都是洪杀石和大理石的雕刻 很漂亮的啊 那我们这边就接着这边就介绍完了 我们以后给你们试见试我们还是进来那个门口 嗯 好 好 我们就在这里就在这边的路上 来一顶 对 感谢观看